为了让长期关怀的长辈与新住民朋友有不一样的休闲活动 5号当天金山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是举办践行活动 一早从金山出发走到万里之前 由志工队长准备了拳击有氧 带着大家跳伸展筋骨 市员周亚林也来到现场跟着跳 他只说一整天跑行程的能量现在都准备好了 今天一早是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的社区践行活动 为了要让长期关怀的长辈与新住民朋友有不一样的休闲活动 除了践行走出户外 一早是由志工队长带来热闹的拳击有氧 舞台下不论是长辈还是新住民们都卖力的跳着 一大早从有氧运动开始累积满满的能量 金包里社区一年一度的践行活动 我们的主要是关怀我们金山区的老人家 以及新住民的家庭大家共同的参与 我们的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我们的社区一些居民和新住民 大家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照顾 为我们的金山区带来更优异更健康的社区 长期首高举着社区旗帜带领社区成员准备出发 长辈与新住民朋友依序从金山中山堂走到万里下聊生安宫 而一早也一起来共襄盛举的市议员周雅玲表示 出发前从全集有氧开始为一整天跑行程累积了满满的能量与体力 今天最开心的是一大早来到这里就已经做了一个很舒适的一个暖身活动 藉由志工这样子带什么活动 说真的整天这样子一早起来 这样子流汗之后 我相信今天雅玲的活力整天都满满了 我想长期以来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关怀我们地方很多事情 那今年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还有我们新住民这样建走活动 其实他每年都有举办的 那说真的到昨天晚上在金山雅林还在担心在下雨 那今天一大早哇真的是风和日丽 而且暖暖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太阳 那这样徐徐的微风 我想这些老人家和新住民这样子的一个路程走起来 我相信他们觉得会格外的温馨 而且呢今天走完回来之后呢 又可以回来我们中山坛这边取用他们的餐盒 我相信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践行活动 也希望我们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 每年举办这种活动 雅玲的资源继续来支持他们 对于长辈与新住民的关怀 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一直以来不断的研发 创新希望有更多元适合长辈或是新住民的活动能够带给他们 让老人家在地乐活 而新住民朋友也可以快速融入在地 今天透过走出户外的践行 彼此间也联系其一 得到更多的生活支持 这是记者大平坦金山采访报道